几个哥哥你最喜欢谁 陈小春 我也喜欢 是吗 可以 陈小春给我开的吗 陈哥给我开的吗 好像我也是 你们第几个进来呢 我没有数 反正我记得陈小春 陈哥给我开的吗 女生好像都比较喜欢 陈哥 志玲 好像是 但我还蛮喜欢陈哥的 看着他就详细了我同年的记忆 帅 你自己会做饭吗 会一些 但是广州菜好像不会 就是东北菜 东北菜 锅包肉 锅包肉那都太难了 真的吗 猪肉炖粉条更难 猪肉炖粉条很简单的 是吗 锅包肉它是什么呢 猪里脊 裹上面粉 淀粉 鸡蛋液 炸要炸成颜色 然后还不能浇 然后还酥酥脆碎 里边还嫩嫩的 然后开始炒翻糖 翻糖就是 有的人喜欢酸甜口的 就得加点白醋 糖里边放胡萝卜 葱丝 乱马其他 然后把炸好的肉放里边 有很多地方做不好 因为炸的火候不多 它不可以这样吗 定个十 看感觉的 火候的大小 你不跟电磁炉一样 冬餐都是看感觉 有的大厨放盐 都是快一勺看差不多 少许 感觉怎么样 有点辣 这个就是辣口 你能吃辣吗 还好 你能吗 湖北 我平时不怎么吃辣 但是还挺好吃的 买一点 小声哥上 我这顶上有这个颜色的东西 这代表就是 这都是我的 对 好吧 而且这些也被你夹了 这都是你的吧 行 合理 它行 咱们也是不挑 好 你不吃辣 我差不多饱了 你真的又吃这么少吗 喝口饭挺少的 你不会就是属于那种的 网上说 刚认识的时候 哎呀不行不行 我跟你小的辣 吃的很少 然后认识一年后 来两份 那个给我来三份 全都要 就我长得像这么会演戏的是吧 其实我 我也吃的很少的辣 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要到节目话要少一点 别那么密 你做得到吗 所以我刚才我 我跟哥说话的时候 我就说细水长流 他让我严谨一个 然后朋友说要说成语 我说好 好嘞 行吧 吃那么少 细水长流